项羽为什么会输给韩信呢 在古代战争史上 韩信和项羽被称为战国时期最厉害的两位军事大将 那么他们两个到底谁更厉害呢 如果让他们率领军队正面对抗 谁会赢呢 项羽是个军事奇才 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他的军事天赋 他力气大 传说他能举起顶 他也读了不少兵法书 总是能抓住要点 项梁去世后 项羽挺起了反秦的大旗 领着江东后人独自奋战 最有名的一战就是巨鲁之战 对项羽来说 这不仅是他的成名之战 也是他的生死之战 项羽带着向家军勇猛作战 打了九场胜仗 让人刮目相看 他们以少胜多 让敌人措手不及 王黎率领的二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王黎自己也牺牲了 只剩下秦军主力张寒率领的二十万大军 如果那二十万大军能够团结一致 继续追击项羽的五万败将 那项羽这仗可能就不好打了 但是项羽名声很响 吸引了其他反对秦朝的军队前来支援 与此同时 张寒这边也出了问题 赵高给他施加了压力 无论结果如何 张寒回去也得受罚 张寒气愤之下 最后投降给了项羽 项羽收编了那二十万秦军 但却难以处理 最后决定将他们全部处决 在这场战斗中 项羽主要依赖其他反对秦朝的军队的援助 以及张寒的背离 要不是有这帮人帮忙 项羽很难逆风翻盘 其实在楚汉争霸的历史上 项羽最出名的一仗就是彭城之战 那一仗 项羽率领三万储军 居然打败了刘邦五十六万人的彭大军队 当时刘邦攻下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但项羽没直接去攻击刘邦 反而绕道西边 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刘邦 刘邦的智囊张良和陈平 也没想到项羽会用这么狡猾的战术 再来看看韩信 韩信被世人评为一生无敌 不光是因为他智谋高超 运气也有一定的作用 他碰巧碰上了陈瑜和龙居这种智谋不足的对手 如果是其他更厉害的将领 韩信的无敌传说可能就不会延续下去 陈瑜和韩信对峙时 兵力几乎是七比一 但最后在野战中被扭转了局势 这种为对手增光天才的行为 只有实力相差至少两个档次的人才能做到 楚汉战争期间 龙居参与了围水之战 这场失败让他彻底垮掉 最终在战场上丧生 但其实这并非他第一次失败 当项羽攻打齐国时 他命龙居守卫鹏城西侧 尽管尽力阻挡 但还是无法抵挡住刘邦的先宗军队进攻 导致鹏城被占领 攻城比守城更难 鹏城保卫战龙居失败是因为寡不敌众 围水之战中 龙居率领的储君并没有比韩信多出几千人 这表明龙且至少比陈瑜强 但是逊于韩信 项羽和韩信都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名将 如果这两位在战场上碰头 肯定很有看点 项羽名声远扬 一旦开战 几乎没人敢和他硬碰 每次战斗他都是亲力亲为 所向披靡 就算是坚固的城墙也挡不住他 他与将领商议战略 各展所长 布置军队 了解敌情 这样一来 即使敌人再强大 也难以抵挡项羽的猛攻 那韩信将会如何因应这种情况呢 韩信一向擅长计谋 总能提前预判胜利的方向 一旦获悉敌军来袭 他会立即研究敌人的行动 设下埋伏 使项羽陷入困境 项羽性格豪迈 毫不犹豫地率领军队冲锋 不给韩信喘息的机会 迅速进军到敌大营 韩信表面上焦急 但实际上早已周密策划 在大营周围部署足够的兵力 等待时机反击 所以一旦双方交战 必将上演一场激烈的生死决战 如果是在野外行军相遇 韩信也不带怕的 他会让士兵快速排队 死守阵地 然后派人去耽搁时间 和项羽拖延战局 这样能争取时间 等待机会再施展计谋 也许他会点火放烟 迷惑敌人视线 然后左右包抄 夹击敌方 这样一来 项羽必定会陷入混乱之中 而韩信用策略取胜的机会 将会大大增加 楚汉战争中 韩信率领三十万大军挑头 迎战项羽带领的十万士兵 当时项羽独自上阵 没有援军支援 而韩信的兵力 却一直得到刘邦派来的增援 所以一开始双方对峙时 韩信的势头相当猛 但战斗开始后 情势就有了变化 项羽亲自率军冲锋 与韩信的大军展开激烈战斗 韩信作为先锋 没料到这一点 有些措手不及 处于被动状态 幸好 韩信的谋势迅速反应过来 调动军队进行侧翼夹击 改变了战斗的走向 迫使项羽只能撤回内陆进行防守 项羽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 援军也迟迟未到 他仍能坚守阵地 与韩信的主力军激战到底 甚至差一点就让韩信的军队覆灭 将其逼入绝境 由此可见 韩信那时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 总的来说 项羽和韩信都是当时的顶尖军事名将 各有各的优势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项羽攻守都很厉害 几乎没有敌手可以在正面对抗中打败他